大家好,我是屏東醫院專科護理師,高惠美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核胃腸胃道出血 腸胃道出血的原因 腸胃道如果發生潰瘍、腫瘤、痴瘡、息肉都有可能發生 還有壓力大或藥物跟刺激性的食物引起的黏膜病變 也會造成腸胃道出血 腸胃道出血的處理 依出血量來判斷 如果有大量的吐血或黑便,需要立即趕快就醫 如果個案出現是少量的暗褐色吐血時 應盡可能給個案腸胃道休息 嘔吐後應給口腔清潔跟藥物的使用 那需等到出血情形的改善才能開始進行吃東西 那單個案如果出現微量的血便時 應該觀察是不是便祕 像例如大便太乾或太硬 或者是注意有沒有痔瘡的問題 應密切觀察跟小心的擦拭肝門口 如果有持續出血的狀況,需送醫處理 我的介紹到這裡 屏東醫院關心你 都請 readiness 子規律 看ąż稍,ieran身 人養,餐廳